好 好 好 球約了 滑出了醒波12強交流賽 爆紅的19歲捷克選手Valk萬克 這回又讓女粉絲嗨爆 很友善 很友善 很棒的經驗 我是單獨 但我們會看到 我還在這裡一數天 最多我的Instagram追蹤員 最多的遊戲 比玩比賽 要忙台灣觀光 跟隊友一起朝聖龍山寺 有護身服還過鄉火和Local 有人直接穿上戰利服 印著台灣大字的隊服 台灣是T-Shirt 衣服看起來 所以我們要用它為記憶 我們為年輕人沒有錢購買 在台灣隊商店 BO買了超過10萬元 但有台灣T 美食少不了 大口有下 比個讚 有掛包青草茶 有魚跟鳳梨酥 跟朝商三角飯團也吃了 至於在教育賽 剛拿下一勝一合的中華隊 隊長陳傑憲 連續第三年 獲得外野金手套獎 金手套三年八吧 對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 很大的肯定 當初在內野守得很爛 守得不好 所以被丟到外野 戴沛峰金手套也是 最佳九人雙六捕手獎 林凱薇也連兩年 拿下二壘手金手套 而劉金鴻則是首度獲得金手套 江坤宇則是游擊金手套五連半 我覺得自己滿開心的 今年在祭初也是有受傷 對那希望自己可以保持身體健康 同隊的詹子仙 行使自由球員全力 好友張宽宇就喊話 希望他可以留下 據明年賽季中職 在大巨蛋從二十場增加到二十九場 保留明星賽季後賽台灣大賽的日程 球迷也期待未來看球 進大巨蛋機會也能越來越多 第二遍新聞 亮男高本麗家庭 SM小組台北從頭